哈哈哈哈 饭局狼人杀游戏规则为 三名狼人三名村民 以及预言家女巫和猎人三名神职 村民与神职都是好人 与狼人阵营对立 狼人每天夜里杀死一人 预言家每晚查验一人身份 女巫有一瓶解药可救活被杀的人 还有一瓶毒药可毒死一人 女巫只有首页可以自救 两瓶药不能同时使用 猎人死后可开枪带走夜人 村民无任何特殊功能 白天根据他人的发言判断身份 投票处决可能为狼的玩家 进入这一局的饭局狼人杀 第一位看身份的是马东先生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太难说了啊 好看了 你看啊 颜如今 小猫 博文 你 OPPO R11拍照手机 让我做个有身份的人 哈哈哈哈 还自拍 什么镜头啊 还自我看牌 哈哈哈 爱自太好看了 忘记要看身份了 好海涛冲 看到谁了怎么高 看好了 看好了看好了好 无心 不是吧 什么什么 看一下 看伟贛跟别人在一起了 可能 是没有 这个剩新也太震撼了 是不是 好 好都看好身份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 我们这局的饭局狼人杀了 各位天黑了 请闭 狼人请睁眼 狼人你们要袭击的是 狼人要用白版写字 告诉对方吗 男人请闭眼 预言家请睁眼 预言家请问你要查验谁的身份 你所查验的这个人他是 预言家请闭眼 各位天亮了 最晚遭到袭击的是 没有人救他 没有人救他 没有 优秀我不会吧 我 你觉得你被杀了 我觉得有这种可能 你被杀然后别人不救你 这种可能性更大一些 如果你被杀了韦伯会来救你吧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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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 manus 呜 对 对 呜 对 呜 呜 很好玩 所以你招到的席节是四号小猫 刚才小猫笑得太欢了 请留言 我先说我是一个村民走的 然后场上的村民可以藏好 因为少了一个村民 我觉得刚刚马老师说 他被杀了的那个反应有一些做作 我觉得马老师得好好说 然后八号九号里面 刚刚说有人被杀的时候 法官没有说具体是谁死了 但是八号九号显示出了异常的淡定 我觉得八号九号里面可能出一朗 然后他的反应还稍微好一点 他的反应好一点 因为他的反应是在想是谁杀了谁 我只能留在这儿了 没了 各位把小邦送走吧 拜拜 他今天还挑了很久的衣服 借我 拜拜 他穿个白衣服这么走还是有点吓人 哈哈哈哈 还贴姐 还指着 从博文开始 好 那我前这位发言的话 我也没什么线索 那我是一个好身份 呃 好人及以上 静静 又看静静 然后静静要好好聊一聊 嗯 收到 我要分析一波啦 没有 挺好啊 我觉得小猫说的对 八九当中只有一狼 首先是昨天晚上讨论 然后我不知道谁说了一句好像很没有默契 我肯定八九不可能是两狼 因为他们会很快地达成一致 然后如果是没有默契的狼人 接收不到对方讯息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八号 他是狼人 因为我也当过狼 因为眼神的问题 我一直在为别人使眼色 队友接不到说你把眼睛睁开 所以搞了很久 好身份 所以呢 我我重彩 我重彩八号 因为你队友接受不到你的讯息 所以有可能就是坐在对面的队友好好聊 我是一个好身份 小猫说他是名走的 名藏好身份 我们都是名 那就大家都跳名 然后再看看 马老师真的很油腻 那个表演 因为助理法官每次说话都很响 四是又一个很容易被听到的 他肯定听得到 马老师那么聪明 他会听不到是四 他还在那里 我 哦 是我吗 这个表演在我这里 你那是美语教学吗 这个表演在我这里不过关 好 过 我这里是一个好人 然后呢 我也是一个名 比较怀疑的就是 其实也跟小猫说的差不多 我觉得那个刚刚马老师的表演 有点奇怪 刚刚法官在晚上的时候 他说 狼人的沟通什么 好像有问题 然后要不要拿白板 所以我觉得这边一定会出一狼 但这两个人呢 我会觉得 8号这边 刚刚因为我在晚上 感觉有一些就是 做狼的感觉 动 所以我就觉得 8号这边非常可疑 8号做健身APP的 他爱动 他实际 我现在目前怀疑的是1号和8号 动我了 刚刚虽然就是柔柔一直在怀疑我 我觉得我一点也不怀疑他 他刚刚说他是平民 我相信 相信 我觉得这么美的外表是不会骗人的 然后接下来我用排除法 一个一个排 菁儿 陶儿 我觉得你刚刚分析我的所有的东西 在你身上都说得通 而且我觉得狼人其实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是比如说临座作案 因为其实刚刚从那个康永老师的那个 法官的嘴里听到的感觉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我觉得 那个距离不是很远 其实就是可能人和人之间的一个 很近就可以来确定出来的 一个结果的感觉 那很有可能说刚刚淘汰走的人 很有可能是你们两个 或者是你们两个 如今 如今 如今和 萧萧 萧萧 我这认识 看着你们节目长大的 我们才是吧 像如今和萧萧 因为他们本身就很有默契 但是其实很有可能说 为什么一直在判断说 这个结果反复在确定呢 很有可能他们两个人 今天想选的那个人 他们不确定 反而最终达到的那个结果 我觉得也 就是我的感觉 很有可能是那种临座作案 我不太会玩这个游戏 所以我也分析不出来什么 但是我比较倾向于 刚才大家说的 这几个人是挨着的这个座位 你我刚才对大家说话的判断 从微表情上看 我比较怀疑的是 你还会看微表情啊 当然 我比较怀疑的是 静静和柔柔 微表情 我表情做得那么发 微表情 因为你的表情 就会让我联想到电视剧中 尤其是古装戏里那种 惹是生非的人 你还瞧我的微表情 然后柔柔是那种 就很无辜 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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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招我在大本游用很多年 不是我 不是我 柔柔你今天撞见了 装无辜的前辈 所以这一招没有 好好学习 成长 成长 接下来 马老师 刚才天黑狼杀人的时候 然后场内场外都有一些喧哗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不太可能死的人死了 所以我当时就说了 是我 然后我为什么这样说呢 是因为我很怕死 是因为我这一把拿到的是 预言家牌 昨天晚上我验了2号萧萧 他是一匹狼 所以无论他说什么 我们这一把全票出萧萧 然后我觉得狼杀人的夜晚 可能会有策略去推一个人 在他之后 我们要看颜如惊的发言 你说萧萧就萧萧 你干嘛要带上狼啊 因为他已经说完了 我说他已经说完了 他是我验出来的名狼 所以我说主要要看 你是怎么反应 刚才踩我的人里面 6号踩我踩得比较狠 但也仅此而已 所以我这把说完了 萧萧投出去 验出来的名狼 你吾保我下一局 马老师这把吾我吾得 有点无聊 是因为我觉得昨天晚上 预言家验人的时候 我是预言家 我先说我是预言家 我动静有点大 因为我验的时候 就是很明显 我昨天晚上验的是颜如金 颜如金是一匹名狼 我才是真正的预言家 我验得颜如金 颜如金是一匹名狼 我再问你一遍你退不退 现在退不退 马老师 别退 你退不退水 你退不退水 我验得颜如金 你退不退水 颜如金是一匹名狼 你退不退水 你退不退水 我不退水 我是唯一预言家 你是明狼 你少来的表演非常有名 那就一三两狼出来了吧 一三两狼 他还真的刚预言家 他不退水 那肯定有问题 我今天晚上直接毒死 二六两狼 直接毒死 白天推延如金 然后晚上他直接毒死 一三两狼 然后我来听一下刚才的发言 其实我要说的是 你们刚才 我觉得发言比较好的 五号我先不聊 因为他第一个发言 晚上策略不错是吧 你给我安静 然后六号非常明确地踩了八号 刚才九号说 觉得六七身份不太做好 但是我觉得六号身份还行 所以六八互踩是吗 你给我安静 你今晚上被毒死 我的妈呀 我真的 我狼烟四起 我旁边两屏狼 我怎么玩啊 可以了 这眼睛过了 你给我安静 然后我觉得 难道你不浮夸 你怎么走啊 我这把其实六七当中 我跟你说我的策略是这样 六七当中 如果按照九号的那个 你手来 说法的话 我觉得七号身份不做好 因为七号是跟着六号踩的八号 你夜里咽他呀 你现在说啥呢 我现在你查出 你是我查出来的明朗 我肯定推死你啊 然后这个查杀我 然后他也不退水 那肯定堵死他 你们真的不要乱玩 不是拍桌子就可以不走了 你知道吗 我天呐 我真的一个在我前面发言 一个在我后面发言 我真的一个预言家 要被你们推死了 他是在发脾气吗 没有 因为他做不出威仪表情 他只能拍桌子 他觉得他这么用力演 结果我们都一副没劲了呀 那你跟我 我说给个情绪高昂一点的好不好 你再来 你再来一个 我们给你配合一个情绪高昂 我是预言家 真的 懂了懂了 一次还都懂 然后我这边两个 已经是确认的狼了 他是我查出的明朗 然后大家如果看到的话 我刚才分明地问了他 要不要退水 他是不退水的 你 我是预言家 你问我要不要退水 我应该说我退水是吗 你前置会了不起 接下来 全票出他 全票出他 我的查杀 好 欢迎我 如今说话了 跳身份 来如今 我是个名啊 没什么好跳的 我确实是个名 我一开始 马老师说他是预言家 因为马老师说的话 我们信一半 他说他是预言家 他查杀潇潇 我要看他后面怎么说 然后他还说想听我怎么说 我就觉得他这预言 预言家的这个身份 应该是假的 但是潇潇这个更过分了 直接就查杀我 那对我来说 我就是无脑战队马老师了 哪怕现在 马老师是一个假的预言家 这一轮我都要相信马老师 因为查杀我肯定就是一个狼 因为我是个好身份 我觉得刚才潇潇跟马老师 两个人假跳预言家 我都觉得 两个人都可能 两个人都可能 对我来说两个都像假跳 两个人假跳预言家 都可以值得怀疑 但有一个人 在潇潇演技演得这么假的情况之下 无脑就相信他了 那是精进 他直接说一山就是两狼啊 然后一直在抱 潇潇 我知道你很好 狼的道义是有在的 但是这抱也抱得太明显了 那你就是狼了 你这么高段位 你肯定看得出来 我是个好人 对不对 我脸上写着一个清清白白的好人 可能被粉盖住了 没有 没看到 但我就是个好人 你不可能不知道 我是个好人 这段话虽然有演技跟有搞笑 但是实际上是没有内涵的 对吧 拜拜 怎么还不出去啊 所以在我这里 潇潇这把肯定得出 马老师是真的预言家 马老师下一回你就验 你刚才说我们俩 是两个假的预言家 你现在突然又说 马老师是真的预言家 你不用挑这种小毛病 刚才我说话的时候 你也一直在挑我的毛病啊 因为你这毛病太明显 你直接是 你直接是逻辑问题 应该说我们两个 逻辑问题 两个人假跳预言家 然后你现在说 马老师是真预言家 我已经 这是你的硬伤 我是没有硬伤的 你一直挑的是我演技的漏洞 感觉我们俩关下来是不错的 不错 不错 好 打开你的 OPPO R11拍照手机 里面有投票的方式 好 即将在桌面显示出来 这一轮投票的结果 显示吧 消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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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四票 然后如今有两票 来 听我的听我的 你觉得在场谁想听你说话 不用否计人家 生存的价值吧 那你说说 我且听一下 没有 我觉得 我觉得因为我跟那个海涛哥不熟 他就是听了 你们两个一个在我前面一个在我后面 发完言就算了 我觉得小白头我这边很奇怪 因为我觉得他是了解我套路的 在你的印象里 你跟我玩过那么多吧 我有假跳过预言家吗 有几次当时 有假跳过预言家 然后你跟着我投颜如今 你有毛病啊 因为你现在死了 反正我这么说吧 他们两个身份都 他们两个身份都不好 但是颜如今是我验出来的茶沙 我就这么说了 我过了 没有预言家了 过了 莎莎做稳了 请大家一杯马甸链 哎呦 他把酒带走 你居然哪 你居然哪 气死我了 我好不容易来买预言家 假发都被吹进来了 天黑请闭眼吧 预言家请睁眼 预言家请问你要查验的是 预言家你所查验的这个人 他的身份是 预言家请闭眼 天亮了 有人死了 女巫没救 女巫好节省啊 张大喜极的这个人没有遗言哦 所以 博文做稳了 博文 没有遗言啊 黄博文拜拜 好可怕 好可怕 肯定是你 我们从金进开始 又是我开始 那康永哥 你就是让两个狼来归票 我来跟你们说一下 你现在准备法官吗 来 真好 真好 行行行坐稳了 感觉会被弹出去 听我说 你们可能不知道 四号呢他是一个导演 他如何从幕后爬到幕前 就是因为他高超的狼人杀技术 不是美貌什么的 大家也看得出来 哎 为什么会先到四号 因为四号他很 他铭狼很准 谁这么害怕四号 谁这么忌惮四号 谁怎么了解四号 绝对就是熟悉的人 我自己也在这个范围内 然后又把五号给弄掉了 小白也是属于男偶像里面少有的 思路轻失的 然后就连刀两个很清楚的人 把我留在白天扛推 所以你听马老师我估计你等会 给我如果是茶茶的话 那你肯定就是铁狼 一三母女狼 我是妇女狼 不好意思 所以我现在准确怀疑 你说四五比较清楚 可是五刚刚投的是萧萧哦 对不对 所以这个刀法呢就是 又是阴阳刀法 就是砍完别人砍自己 话都让你说了啊妹妹 那当然了 我就是一个平民 五有可能是自刀想骗药 但是这个女巫没想到 这么会过日子 一直不给药 第三轮必须要开药了 颜蓉好好说吧 我觉得颜蓉应该会好 是好人 因为她很少话这么多 我觉得我现在场上唯一 就是觉得是好人的 就是我自己 还有九号 就是我觉得她应该是一个真的名 一三八吧 我觉得这三个人的嫌疑比较大 哦还有一点 我觉得在第一晚的时候 就是狼人他们的意见有相左 我觉得这一定是其中有两个 至少两个会玩的人 然后他们想要杀的人不一样 比较有可能会是一三 因为感觉他们两个意见会相左 讲完了 对 好 海涛 以我对他的了解 他刚才应该没听懂 没听没听 他就在看柔柔 他也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 对 我们在大本营玩的时候 没有这么复杂 是的 是的 我们大本营一般这时候 应该被拖走四个了 对 对 行 那我们就分析一下吧 对 其实我特别喜欢刚才那个 靳说的那个 阴阳刀的这个事 其实我也觉得这个很有可能 就是真的是那种 杀敌300 治损1000 黑吃黑 没撩拢 因为5号一看就很会玩 包括他的分析 然后我觉得一定要把他搞走 包括说2号萧萧呢 萧萧为什么投他 因为他就是典型的 因为我们在大本营 也玩游戏的时候 就是典型的那种说多错多 这个时候你不管是 你是好人还是坏人 但是你如果 如果越过了这个雷池的话 很容易就被雷击 就被雷击了 好多名言警句 我还是一直 比较相信说 两郎还是相邻的 柔柔其实我开始的时候 还是没有那么担心她呢 就是包括她说的什么东西 因为我也没有在听 只是在注意就是微表情 你略懂微表情 刚懂 刚懂 略懂 对 所以说这一轮的时候 在说到的时候我就觉得 反而说没有之前 那么有实质性的内容在里面 反而会多了一些不确定 就是有可能一三郎或者是六七郎 我也坚持相邻是郎的概念 然后我不是郎 现在相邻的只剩六七了 她们两个就是一个是那种 用夸张的表情在混淆视听 一个是就是用很无辜的表情 在混淆视听 往往这样的组合是最容易 很难防 对 俨然耳目的 大家不会往那边去想 然后我现在反倒觉得 萧萧是不是真的预言家 因为我感觉到 刚才被推走的时候 气得快从椅子上摔下去了 是不是真的挺走心的 走心 这个节目啊 跟你的名字一样叫无心 然后那马老师我真的看不透 我不太知道 然后如今我觉得 是不是女巫之类的呀 因为看起来 你觉得她是偏好人吗 看起来生活蛮节省的 对 就是一直不舍得用这个药嘛 我在这样想 我说一下我的思路 第一 4号小猫出去 我觉得她应该是平民出去的 小猫不会狼自杀 因为狼自杀没有人会救她 那如果她是猎人 她会带人 但是她没有带 所以她不是猎人 然后她也不是女巫 因为女巫第一碗可以自救 所以她不是女巫 我是预言家 所以她不是 所以她真的是平民走的 她平民走了以后 我查杀了这个狼 然后在萧萧所有的辩解当中 她一直在把我和言如惊绑在一起 我旁边两匹狼 我怎么玩啊 所以昨天晚上我查了言如惊 言如惊是一匹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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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老师真的 今天就上天了 今天啊 太厉害了 马老师上线了 上一晚投了言如惊的人 一定不会冒这个险 去投一匹狼出来 所以我觉得金静你是好人 然后现在投了萧萧的海涛 我也放在一边 我觉得第三匹狼 会在7号和9号当中 那现在我就想 5号是不是女巫 因为如果5号出去的时候是女巫 她没办法自救 但是她没有开毒 我希望你们四个人当中还有女巫 那好人就赢定了 因为你只要不用毒 然后下一轮不管谁死 你都不用 你都不要救 除非我死了 因为我是场上唯一预言家 我跟你是一对的 我没有道理直接踩你出去 所以你是我查出来的名狼 说完了 言如惊 你已经是公共狼了 我不是狼 我真的是名 我不知道马老师这个打法 跟萧萧是怎么配合的 现在马老师说我是狼 你说我应该怎么打呢 你现在认为 应该报 他们俩不可能配合成这样吧 所以我说打法高级 那你觉得我跟萧萧是配合的吗 所以是 所以是 没有 我觉得 我觉得精进才是那个最后的狼 哦 好 我不是狼 他是狼 但是 但是我查杀了你 你们没有人要跳预言家 海涛哥 你不跳吗 预言家 你是预言家 你要说出来 我是我是我 我跳出来然后咋办啊 你第一把精锤 把他查杀就可以了 你第一把燕萧萧她是狼 她是狼 对吧 第二把你燕马老师她还是狼 她是狼 她是狼 没有想到她两个预言家都是狼 然后还查杀我 我真的没想到 真的 应该是这个情况 秦姐 你是女巫对吧 你是女巫 你待会记得要用毒 你别听她的什么女巫 又不用解药又不用毒药 肯定一定的 怎么可能 你一定要用毒把她毒死 她待会一定自杀 你千万别揪她 你们快乐大本 你们这么好相处啊 对吧 我现在的情况是这样 我是最后一个好人 我是猎人 开枪 好 太好了 把你投入这个游戏就好了 你就带我走啊 我不带你走 带你走不好玩 我要带7号 带我干嘛 狼 妈妈呀 马老师你是真的验了我吗 对啊 对啊 你是真的验了我 你别炸我 我真的不是狼 你说出你真正心里验出来的人 是不是精神 你一会儿要逼她任意严家 又让马老师说验的不是你 你告诉我 如果你在这个身份 你会怎么玩 我这样还不尽力吗 我跟你说 7号 7号你是猎人 啊 是吧 你不是猎人吗 对啊 你不是猎人吗 哎呀他在鸣啦 你这个玩法把我逼到绝境啊 我刚才不刀你 我真的是 真的是给面子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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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了爆了 好了啊 投票了 啊 是这一句超声啊 哈哈哈 哈哈哈 哎 周边显示出来这一轮投票结果 对啊 星姐啊 我不知道要怎么 你还投给晶晶啊 我 我就 反正我都已经得罪她了 我就一直 对 不用多得罪人 对 而且颜如今也不少我这一票 颜如今你被投走了 你的颜世 是这样的 我现在脑子出了一个很好的想法 我的狼队友 请你尽量地努力地理解我 现在说的这一番话 哈 就是女巫还没有用药 也没有用毒 对吧 现在我们 杀自己 呃 呃 杀自己我们不够格 哈哈哈 所以我们现在最好就是把猎人给杀了 然后呢 我们靠猎人帮我们带人走 谁是猎人你告诉涛哥啊 六号呀 六号呀 六号是猎人 哇 你晚上搞我了是吧 我已经说完了 做好了吗 就是夜里的时候慢慢抿 刚才刚才说了所有的话 慢慢抿啊 好 慢慢抿 颜如今 你开吧 把颜如今送走 加油 希望拖给你了 我跟肖肖在后面看啊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天黑了请闭眼 预言家请睁眼 预言家请问你要查验谁的身份 预言家你所查验的这个人 他的身份是 预言家请闭眼 马老师做预言家 他已经做到极限了 快选严啊 第一个人 全球 打出来 每个人打出来 金牌 哈哈哈哈 对啊 相机还是老的狼 狼人请睁眼 请问狼人要袭击的是 夜里的时候慢慢抿 刚才说了所有的话 慢慢抿啊 所以我们现在最好就是 把猎人给杀了 谁是猎人 你告诉涛哥啊 他听不出来 6号呀 请问狼人要袭击的是 狼人请闭眼 女巫请睁眼 女巫遭到袭击的是这一位 你有解药 你要用吗 女巫还没有用药啊 大雨云 不管谁洗 你都不要救 他自己也不够格 那好了 我就赢定 要救了 我觉得他会救 啊 女巫请闭眼 各位天亮了 两个人走 6号军进 还有1号马东 女巫 你有解药 你要用吗 你有毒药 你要用吗 请问你要毒的是谁 有目标毒人哦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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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问你有解药 你要用吗 我们能吵出来 别摔着了 别摔着了 输了 好人输了 女巫没用用 她不救 她说你她自杀 耶 游戏结束了 游戏结束了 狼人胜利了 哇 我们欢迎离开的各位回到我们的周边吧 哇 这都能鼓掌啊 这个结果都能有 好 干的 好 刚才这一盘游戏呢 因为平民全部都走了 所以狼人胜利了啊 那最后留在场上的狼 是吴欣小姐表现得非常好 我该怎么介绍海涛的表现呢 这是 第四批狼吧 海涛是 女巫 那都是预言家 我预言家 我验了一批狼 两批狼和三批狼 最好的一把 最好的一把 马老师做到极致 最后我把马老师送走 但是我们觉得这是一个甜蜜的故事 为什么 怎么甜蜜 因为最后一批狼是吴欣嘛 对 我早就知道是他了 我不骗你 我在第二轮 我们走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你是 你是狼好感人哦 所以你宁愿自己的队伍书你也要保住他 我其实就是狼这边的人 你是新狼 就是我吧 丝毫不觉得甜蜜啊 这过不非 感谢刚摘下来